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中国在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下 西安封城将近两周 人民断吹没饭吃的民怨在网路四起 而中国独立记者更写下封城日记 指出外界低估封城带来的灾难 但是这些百姓的心声 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清零政策 继西安之后 中国河南宇州市也因为三起确诊通报 下令要比照西安 要求居民不能够出门居家隔离 而收藏专家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只追求账面清零的官僚做法 即使言论控管在言 仍是管不了民众在网上宣泄民怨 接下来中国当局还会寄出怎样的补救措施 来平衡网路风向呢 就带您看到记者黄欣雅的采访报导 西安封城进入第二周 累计确诊于1700例 中国政府严厉的手段 能不能快速达到清零的目标 仍是未知数 但封城后引发的乱象 倒是已经点燃民怨 相较于官方一直强调物资充足 不少人在微博上抱怨买不到菜 出不了门看病 这些发文能够看出什么端倪 学者这么解读 中共的措施非常的强硬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配套手段 所以导致非常多的民怨发生 甚至于有许多热榜的搜寻 大家归纳西安到底是疫情还是饥荒 包括了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在谈买不到菜的这些乱象越来越多 对照看到还有一些人说 自己社区的蔬菜又充足又便宜 结果被人家检查出来 这个其实是市政府的机关小区的情况 我们要看所谓的真实的西安 那当然是要去看在西安的这些微博的用户 从普通的市民的日记里面 去看一个真实的西安 政府防疫一团糟 除了民众在网路上抱怨 中国媒体人江雪也发表了名为 我的封城时日志的长文 内容除了记载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对于日前有年轻人因上街买馒头 遭到防疫人员暴打的事件 他也公开批评 当权者不该用暴力解决问题 当网路上的舆论排山倒海而来 是否代表当局已压制不了民怨 原本西安可能他们还想去隐瞒 疫情爆发的情况 可是整个疫情爆开来之后压也压不住 对老百姓来讲最寻常的 第一个是首先是先上朋友圈去发动态 不是说批评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民众来讲 他就是反映现况 那反映现况的时候 当然都是对于政府的 施政破乱上面的印象 对于中共来讲的话 当然不希望在网上 有这么多批评政府的声音 那中共检讨原因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凌晨的新闻 西安的组织部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西安市委决定 罚除掉四大资料资源局的局长 他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履职不利 对中共来讲的话 大数据就是要接受监控这些舆论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做到监控舆论 引导舆论 甚至于去疏导舆论 那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办法被中共所接受 所以被拉出来作为屁罪羔羊 中共现在在做的就是收紧舆论 调整了大数据局的党组书记之后 我相信这些对于中共批评的 或者是负面的微博或日记 可能就会渐渐的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消失了 除了微博上的发文与日记 中国民众的真实新生 也能从新闻报道与官方直播下的留言 看出蛛丝马迹 像是官媒报道 西安民众发起以物换物的方式 换取粮食互相协助 就让不少网友大酸都什么年代了 还以为回到5000年前 物资充足的话需要换物吗 对官媒的大内宣相当不以为然 这次我看西安的这一些直播 有些直播甚至于是政府的直播 突显两个现象 社区的物业人员 他们准备给业主来发菜 可是却被社区举报 社区里面的保洁人员 他们偷拿了业主的分发的这些菜 甚至于偷菜被开除了 引起了西安人民的一个 就是说普遍的一个踏法 踏法的不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去偷菜 而是说为什么这一些保洁员 也被困在这些社区里面 没有办法回家 却没有菜可以给他们吃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大家是非常同情这一些保洁员 对照另外一个政府的直播 用人工的方式搬运送菜 可是在评论区里面的这一些言论 都问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干脆用车子送就好了 在大陆的网站上面 常常会有维稳的措施 在西安大数据管理局官员被把关之后 学者也分析 为了不让民众的怒火继续延烧 接下来中共将会出手 进行一连串的正面宣传 西安封城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中共开始在做另外一个 大外宣跟大内宣 外界都讲买菜难 这个吃饭难 甚至于这个看病难的情况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在网上 可以看得到 像西安市民可以吃到 山东的爱心菜 已经变成了微博的热搜 但是西安的网友都说 所谓的爱心菜我们并没有吃到 可能会塑造成比较温情的方式 类似像大家都是西安人 想要去触动当地民众的正面情感 中共对于天灾人祸 常常是要化危机为转机 把人民对于这种 中共管理不善的疑虑 把它变成一种感恩或者知足 可以看到他们把 当事当喜事办 这也不足为奇 这种大外宣下来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原本的民怨 可能就会被这种宣传给淹没 距离2022北京冬奥开幕 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也让中国各地政府采取了 防疫零容忍的强硬政策 对于中国侵害人权 罔顾百姓生活权益的争议 领委的中国维权律师 滕彪在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中国做事是以政治为优先考量 其他像是法律人权都不在考虑之内 尽管在一定的压力之下 中央可能会惩处一些官员 但这些都不足以扭转 中国防疫的非人道手段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